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再次带着听众 我们出来逛艺术展 现在10月3号到10月29号 在国泰四华艺术中心 目前正展出一个是 艺术寻根外省二代艺术家 在平溪找到故乡 平溪游艺 陈文辉各展 那我们今天亲自邀请到陈文辉老师 来到这个展览的现场 来访问这个艺术家陈文辉 文辉老师好 你好 李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你这次的这个展览 你有特地强调外省二代 那外省这个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在你整个创作过程中 这个要想到有一个事情很好玩 就是我曾经在那个火车 从这个马赛到马德里的那个列车上 因为西班牙语的英文 讲不清楚 所以就刚好坐在列车对面 里面有一个葡萄牙的夫妇 他们游历世界各地 他就帮我做翻译 然后事后我们就在火车上聊天 他就说你是哪一国人啊 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说中国人啊 那我去过中国的长城啊 北京啊 九寨沟啊 哪里哪里哪里 结果我说糟糕 这些我都没有去过耶 他说那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台湾 那台湾是台湾泰国吗 那都讲不清楚 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吗 我为什么中国都没有去过 那我是台湾人吗 可是台湾人都把我当作外省人 那我跟着我父亲去扫墓 后来开放了两岸 我去温州 我是浙江人温州 可是我对那里完全是陌生的 我不晓得 我到底好像哪里才算我的故乡 那假如说是出生地嘛 是戏子 我现在一直戏子也是很小就搬出来了 然后戏子整个的变化 已经远离我的印象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在台湾找找看 有没有像我童年印象的地方 后来就找到了平溪 我觉得更丰富 因为那个是山的另外一面 但是那个水边 那个破旧的民宅 那个在院子上有积 那个地越少越多灰的那种 感觉是很接近的 那丰富的地方是它有铁路 铁路在这个中间 穿梭以后产生很多的桥梁 产生很多的转角 我觉得对于画家来讲 这好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一个矿脉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 我就很被吸引 然后一直去做画 那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找到平溪 你是到处去写生 然后就意外逛到平溪去 没错没错 老实说很多人都不晓得平溪到底在哪里 在天灯以后人家才发现 有一个平溪这个地方 而且还蛮不远的一下就到了 对 事实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交女朋友去的地方 大家去那个比较什么石定啊 皇帝殿啊 有的借机会牵牵小手什么的 然后到平溪就是大瀑布 眼镜洞 然后呢有一点危险 那么又有一点大自然的震撼 我觉得那个就是平溪对我的印象 可是后来写生以后呢 我就发现那个煤矿古迹啊 那些铁路啊那些车站啊 那些房舍都很好 所以想到说我干脆在平溪找一个地方 特别是在2002年那时候 不是纳粒台风啊相神啊那些 就是我很多的图都泡汤了 本来在戏子都泡水了 都泡水了 在淹了大淹两次以后 抢救回来大约不完整的 40来幅的油画 那都就是框都把它报销 就是割了画面 那泡了泥水 我都很感触 我说这些都是不是好东西 所以都要淹掉 我自己没有被淹掉啊 所以我还可以再创作啊 那我就是要再来 我要好好的出发 所以我就后来选到了平溪以后 就是重新再整理思路 好好的认识这个土地 好好的把自我 好像安放在平溪 来做创作这样子 嗯 而且我知道 你们那个招牌很有意思 左边看中间看 右边看三个不一样 对不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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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招牌也是啊 我们对面那个老阿公 他卖猪肉的嘛 他就是每天早上四点半 都切半只猪啊 他们进货 那天要卖的 然后他看我 租了这么大个店面 那每天都跑出去画画铁门放下来 他说啊 你这没意思啦 你在老街 这样给我们 舰这位 都没给我们服务啦 我就想说那我怎么服务啊 我就做这个招牌 让那个经过的人 好像有点趣味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招牌 那那个时候呢 刚好有个机缘 我就出了七张明信片 那七张明信片出来以后呢 我就有正式进入服务 这个好像有一些游客的这种 但是其实游客很少 那时候很少 四点钟 一个老街 看不到半个人 大家都铁门放下来睡觉了 在都市的人想法是觉得怎么会这样 但是他们就说天已经暗啦 我铁门放下来 我吃晚餐啊 看看电视啊 这是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那七张明信片 我想就是 我有一个起步 有了那个招牌 我也怨然变成老街的店面 但是事实上我大部分都不在 有的时候我就是摆在外面 弄一个罐子大家自己 自己投钱 自己丢个钱 你要经过我不在 我有时候写一块牌子 出去写生有事抠我 我就是这样子 那陆陆续续画了一些图了以后 那么里面打开挂了一些图以后 就慢慢有一个好像工作室的味道 那对面的阿公也说 哦 他们观察一个人 他也是很好奇 他说 围图的不错哦 不用吃饭 都没看我在吃饭 然后说 哦 因为我有时候右手画得很累 左手就拿出来打底 他说 哦 陈老师不错 因为两手都一样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是好玩哦 那其实乡下人对这个行业好奇 所以我在画有时候写生也会有一些人去来看你在画什么 他们会说你这画不对啦 不是这样啦 或者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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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给一点意见表示说也接纳你这个外地来的一个画家 这样子 那文慧老师你现在应该算艺术创作三十几年了 对 我想从我离开师大然后交满四年以后 我就决定走创作的路线 到现在将近要四十年了吧 那你觉得你整个画风有在改变吗 跟你的人生的一些历练有关系吗 我觉得好像一个艺术家真的跟矿工也差不多 因为矿工进去挖就是尽量挖出来再选 那我们艺术家也是一头钻进去 也是随便挖 挖出来了再选 问题是我们一进去他们每天就会出来 我们一进去就三十年 我们一进去三十年了出来才看看到底有挖到什么 所以我觉得跟矿工也有点像 那挖出来东西是不是什么东西 我们老师说自己也是摸索出来一些 好像是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因为我这个画家或者是艺术家来讲 我不是那么理性的 我不是那么理性在经营我的生活 而只是决定要让我的直觉创作 我的这种在绘画方面的才华 尽量的在这一生发挥出来 就是这样子 老师很喜欢画水对不对 对 然后你也提到说陈陈波的那种不安与骚动 是觉得我在他的画面看到那个时代的不安与骚动 但是我想做一个接棒的 画出我这个时代我要的那种樸素 那种平民生活的美感 所以可能相对于他的不安骚动 我就非常的平时吧 所以你的画风就始终如一 画平溪就一直樸实的画 因为它现在已经慢慢很多观光了嘛 对 在平溪写生的那个时期 我可能守得比较紧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那个手机 那个什么很方便的那个资讯 在手机上出现以后 我还是会很多的在教课上面 因为我在台北有做教学 有一些跟学生的互动 我们也会聊一些比较现代一点的东西 包括色块啊色面啊这些东西 那题材的问题 我说你要画你的生活 那我跟学生这样讲 我的生活在平溪 可是学生的生活是在这个社会面 对 所以我也要进入这个社会面的生活 所以我也有有一点像说 我们同学说 你会不会有点神经分裂啊 那一些画那个乡村 突然跑这种东西 我说对啊 所以我需要有在台北创作的东西 跟平溪创作的东西两种 我好像两只脚 一只脚要踩感性的 一只脚踩理性的 这样子来往前走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最终 我觉得我是把两者是合一 因为在很多的过程里面 我也会找突破我自己的瓶颈 我也会在自己的想法上做更新 那么最特别的一点 或者是说两个点吧 两个转折点 一个是在画到很闷的时候 去切脚踏车那一段 然后有一个转折点是 去打告符球那一段 那么这两个转折点 让我的画面有变化 在切脚踏车那一段 我觉得因为做了立体雕塑 然后又想把自己的画面 结合到这个装置上 所以就一般的写声 就不能满足这个问题 而且我也不可能 带这个脚踏车到现场写声 我都必须在画室里 那么带着切割的心态 把许多时空的印象 印在一个画面上 那我在磨这件作品的过程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 这个有一点心得 就是把那个不同的场景 空间 时空 把它压缩在一起 变得有一点好玩 想玩 然后呢 等到走到打告符球 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是吸收了在 告符球上的一个价值观 叫做标准感 你要打到选手级的话 你是under标准 那你打不好的时候 就是远超过标准感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 绘画的一个选手 那我假如打一个under的 画面出来会是怎么样 就产生了粉红岛那件作品 它就是尽量最少的动作 很简练的元素 呈现一个有内涵 有深度的一件作品 对啊 老师早年 好像都一直在比赛 而且成绩还不错 你不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 刚毕业那时候 一直有在比赛 那个时候呢 算是冲的比较凶的 也是比较有野心的 因为毕业以后 又放弃教职 放弃正常的在报社上班的工作 那么就出去闯荡 然后决定以创作为生 所以你必须更有野心的 在作品上得到表现 所以每年就参加全省美展 是必然的全国油画展 或者是市展 就尽量去参加 那么大部分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很锐利的那种创作者 所以我最顶差不多得到第二名 但是我觉得持续的 后来在评审过了 那个审美馆的展出 也为了充斥那一次的展览 那次也是一个大型的各展 优化各展 那么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甚至我有七天都没有回家 都在工作室一直工作 我老婆都差点把我那个fire 但是我觉得走过那一段年轻 也是大概是一种磨练 现在来看老师的特质 会觉得你是很平凡而扎实的 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一直在画 然后你会去思考画画本质的问题 比如说你会提到说画画两个问题 怎么画画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一般人不会去思考这问题 一般人觉得 老师只会提这两个问题 那太简单了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本来就是 我就是不会画 所以我要问你 要画什么 对啊 怎么画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你一个艺术家 你的领域 你的敏锐度 你必须对自己的了解 跟你跟环境的关系 你跟这个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比一般画家想的比较多一点的 我觉得是在定位上 我觉得说 这个我不想通大的问题 我就不去解决小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小的问题是皮毛 你做它 假如你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在后面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有问题 你将来这些是有点白宫 所以我就很多的在尤其是在淹水以后 有没有 很多的时候 我就是会一再的反复的去思考 定位稍微清楚一点的 扎根以后再扩散 这个就好像说不能贪心 你到底想画什么 就是由这条脉络一直下去 不要想包三包还什么都画 那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什么都想尝试 什么都想挑战 不过因为我老实说 我这个时代有点旧了 我要很尊重新一代的他们的创作者 老实说他们的世界我也不太懂 而且我也很承认说 我这个时代有点旧 但是我在我这个时代 我所应尽的责任 跟我所能够做到的部分 我想留下一些文化的财产也好 或者是艺术的作品也好 我希望它是有价值 在过50年过100年 更发现它的价值 更有价值的 而不是再过10年 它就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 把这个时代的氛围 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所存在的这个时代的环境 然后在画面中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然后就算当作一个礼物 送给下一代 我所存在的这一节 我所存在的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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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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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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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